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早上一起床 我就先看了一看有关G20峰会的一些相关的消息 现在呢我就先从两个有趣的小花絮谈起 小花絮有时候能够说明大问题 第一个有趣的小花絮就是在川席会 他们开始的时候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各说了一段开场白 开场白一般的来说都是一些客套话 甚至是一些废话 那川普在这种场合那是应付欲如 他是直接的是面向着眼睛看着习近平 那就说了这么一小段客套话 习近平那边呢他就不行了 他就要照着稿子练 大概一共说了两分钟 语速也非常慢 我跟他数了一下大概也就是一百来字的这样的一个稿子 但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明这个习近平他现在的大佬反应极慢 他的表达能力极差 对这么一百来字内容的这种客套话 他是自己没有办法呀直接的表达出来的 一定要别人跟他写稿子 更可怕的是啊 别人写了稿子 他连背都背不下来 你像这么重要的场合啊 你说几句开场白 那你如果是自己表达不了 那你就一定要把别人写的这些稿子 你要把它背下来 那么一百来字背下来啊 那说实在的幼儿园的小朋友 他都没有问题的 那八十岁的老人他也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习近平就背不下来呢 那有一些专家说他这个人 这个去年我就听有专家说了 他已经有了老年痴呆症的初期症状 那从这个小花穴看起来 这个人呢 现在的老年痴呆症 他是越来越严重了 一百来字的稿子 他都背不下来了 这就是说明呢 这个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呢 现在处境有多可悲 十四亿人啊 就被这么一个草包可统治着 十四亿人里面 有这么多的一些杰出人物啊 智能优秀知识啊 现在居然就被这么一个草包所统治着 当然了 我们老百姓啊 跟他呀还隔着一层 中间还隔着一个大的啊 九千万党员的这么一个大的群体 我们不用每天跟他直接接触啊 那些跟他天天接触的那些政治局的常委 政治局的委员 党中央的那些人 我就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忍受的 他们有没有感觉到很屈辱啊 这么多人啊 居然就被这么一个草包所统治着 而且呢还被他呀打的死去活来 被他这个掌握着生杀欲夺的大权 每天战战兢兢 你说你们啊 是不是感觉到很耻辱 为什么到现在啊 他上台了七年时间了 居然还没有把他拿下 你们呢 到底有没有一点点本事啊 第二个有趣的花絮啊 就是当这G20这个峰会的这些首脑啊 在一起造像的时候啊 习近平啊 走过去跟很多人去握手寒暄 但是呢 当他走到普京面前的时候啊 他就故意的把他绕过去了 两个人呢 一点点互动都没有 那两个人不得不面对的对方的时候 两个人都把头低下 装作是没有看见对方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说明呢 习近平虽然傻是傻 但是呢 现在终于还是一时到老 那普京呢 是在耍他 他也不可能跟俄国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 联俄抗美 那则是自己的一厢情愿的这个空想 那习近平在这次G20峰会之前呢 是访问过俄国的 也访问过俄国的这个 势力范围之类的一些中亚小国 他的想法就是联俄抗美自己抓一张牌在手上 但是呢 就在他还在俄国访问的时候 普京呢 就已经在媒体上面 面对着众多的听众公开的表示了 他在中美贸易大战当中绝对不会选边站 他要坐山光虎斗 这就是公开的打习近平的脸 那俄罗斯公开打习近平的脸 那中亚那些小国虽然应付了习近平一下 但是呢 他们一定是和俄罗斯是站在同样的一个立场上的 他们是俄罗斯属下的这一些啊 这个势力范围之类的这些小国 所以说习近平的联俄抗美的这个政策啊 这个战略那是彻底的已经泡汤了 而且呢 对习近平个人那普京呢 也从来就没有好感 你看习近平在跟普京谈判的时候 普京呢就用那种流氓老大的那种阴盛盛的眼光啊 就这么一直是盯着他 但是非常非常的具有进攻性的非常的不礼貌的一种做法 而习近平呢就只能陪笑 那后来呢习近平在一个场合啊 差一点从台上摔下去了 普京就站在他的后面 没有表示出任何一点点的关切或者是同行 而且而是啊 表示出他对习近平的满脸的不屑啊 满脸的这种厌恶啊 这次呢 习近平回去了之后啊 终于有人告诉他了 这个普京呢 你是不能对他有任何任何的幻想啊 习近平过去曾经在多个场合啊 好多年以来好几次都是啊 在多个场合表示了对普京的这种崇拜之行啊 这次我相信呢 他是已经彻底的在绝望了 所以说呢 在这次第二次峰会上面 他跟普京之间呢 没有任何的互动 好 这是两个小花絮 就是说呢 中共啊 他现在手上啊 基本上已经没有牌了 只有像朝鲜呢 伊朗啊 塔利班这种小流氓 他可以啊 稍微的操弄一下 但是也不是完全听他话的啊 像普京这种大流氓 那他根本呢 就是没有办法利用他们 甚至是两个人互相利用 普京都觉得没有必要啊 只有普京利用你的份 而你没有可能 任何可能利用普京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这个G20峰会上面 这个川习会啊 到底达成了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一共分四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川普宣布啊 暂时不增加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这个新的关税 过去征收的那些关税还是照收不误 但是不增加新的关税 第二个呢 就是川普允许美国的高科技企业继续向华为供应他们的产品 但是不能够啊 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安全 同时呢 华为还是在啊 美国商务部的这个出口管制的这个清单上面 也就是说 川普可以任何时候重新恢复 对华为的这个出口禁制 那第三个呢 就是习近平答应 向从美国进口大量的农产品和食品 第四个呢 就是中美双方啊 重新恢复那个已经中断了一个来月的那个贸易谈判 那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 国内的有些朋友就有点担心 说这个川普这次是不是啊 又中了习近平的缓兵之计 大家有点担心呢 说习近平这个啊 缓过一口气来 是不是又会在国内啊 大规模的啊 大肆的增加对这个啊 社会的控制 增加对啊 反对派和这个啊 各种维权啊 民运的这种打击的力度 那我觉得这种担心呢 是多余的啊 习近平他过去啊 准备在国内怎么样去做的 他还是继续会做 但是呢 川普绝对没有中习近平的缓兵之计 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 那是因为川普他有他的既定的策略 我们既不能够对他抱有过高的期待 也不要跌伍 现在啊 他所发动的这个贸易战 对中共在经济利益上 经济能力上面的重大的打击 我明白大家现在的这种担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中共这个庞大的专制体系的运作 是需要靠庞大的经济资源的支撑的 而川普的这个贸易战 那对他的经济资源是有重大的打击的 大家都希望川普啊 这个贸易战的手段呢 越来越凝利 打击的力度越来越大 大家恨不得啊 川普很快就跟习近平呢 刺刀剑红 把他一刀给捅死了算了 但是川普他所考虑的 他有很多个角度 比如说他要考虑他美国的利益啊 如果是中共现在的经济体系彻底的崩溃的话 那么这个国际新的供应链呢 产业链还没有完全的改变过来 那么这都会对整个世界 对尤其是对美国经济会形成一定程度的打击 所以说他要给自己预留这个时间 这个反应的时间 他要等到新的产业链 基本上那重新改造完成了那个时候 他才能会对中共啊 实行这个重大的打击 是下这个毒手 那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他也不能够把中共啊 这个政权呢 逼到墙角 逼到墙角之后 他狗急跳墙怎么办呢 中共现在啊 不管怎么说 那他还是一个核大国 他对世界啊 这个贡献是非常非常的小 但是呢 对世界的这个可能造成的破坏 可能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说他不愿意把中共啊 活生生的就逼成一个另外的一个朝鲜 逼成一个大朝鲜 那对世界的安全 那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他就用这种拖延的办法 让这个中共经济一步一步的失血 在这个失血的过程当中 世界新的这个产业链呢 又逐渐的在形成 那么当中共倒下的时候 他就好像是自然而然的倒下的 那么大家都对这个倒下 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时候 这是对全世界的这个安全的威胁 也是最小的 同时呢 也让中国老百姓 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时间 来重新的组织起来 来重新的对这个未来的变局 有充分充分的准备 所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大家看起来 现在川普的这个策略啊 他就是进两步退一步 进两步退一步 用这种迂回的这种策略 来跟中共的周旋 最后一定会把它拖垮 大家看一看 这一次G20峰会的这个结果 和上一次去年11月30号的 那G20峰会上面 川普和习近平这个会谈的结果 是不是惊人的相似 上一次的是规定了30天的休战期 而且休战期之间的大家 一定要重新恢复谈判 习近平也承诺 这个那段时间呢 要大量的进口美国的农产品 那个时候也是撤销了 对中兴的这个出口禁令 你看这几个四个结果 在上一次的这个 去年的这个川习会当中 都曾经出现过 这次又重新出现了 川普是不是这么笨的人呢 他会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明显的不是 这是他的既定的策略 所以说 我们现在看见这个结果 就知道 现在美国人 这个川普 现在是在继续的跟中共周旋 继续的 在一步一步的 缓慢的在损害 中共的这个经济的能力 这是对我们的 中国的民主运动 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是绝对有支持的 有帮助的 严格的说 这次G20峰会 并没有出现任何出人意料的情况 所以说呢 所有的事情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 轨迹啊继续向前发展 因此呢 我们这个国内的民主派 国内的这个反对派人士 大家也不需要做出任何战略上的调整 要保持这个战略上的定力 按照既定的战略来发展我们的动员和组织 街头运动颜色革命的能力 那么我想在这里呢 再跟大家一起重温一下怎么样发展 首先呢 就是要注重 要加强本地的民主团队的建设 民主派的很多朋友有一个习惯 就是啊 喜欢全国各地啊 要结交很多的朋友 然后呢 在全国各地去游走 我不是说这样做不好 但是呢 这样做呢 一定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必须得把本地的团队先建设好 本地的团队啊 那是未来动员街头运动的一个重中之重 大家想一想 你结交一千个全国各地的朋友 但是你也不能够把他们组织到一起 不能够形成一个紧密合作的政治团队 不能够大家在一起操作这个街头运动 但是你如果是有本地有十个人 大家在一起有明确的分工配合 我们会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这个道路的共识 那么这个时候 当全国各地啊 老百姓走上街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本地呢 迅速的投入街头运动 掌控街头运动的这个主导权 我们就可以啊 如果我们在全国各地啊 结交很多的朋友 但是不能够形成一个能够投入街头运动运作的团队 那我们只是一个清潭俱乐部 你一千个在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敌不上十个在本地的这样的团队 所以说啊 大家一定要先把本地的团队建设好 建设好了将来呀就能够起到大作用 小团队能够干出大事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那就是我们现在全国各地的那些有政治意图的啊 有政治目标的这些民主团队 暂时还不能够走上这个抗争的第一线 不能够进入中共的这个监控的视野 因为我们的人还是太少了 一旦进入他们的监控视野 那么他们就可以把我们一网打尽 他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那即使是没有坐牢啊 我们未来的这个政治操作的这个空间呢 也会大为缩小 因为被严密监控了嘛 但是呢 有一些群体 他是人数啊 是无限大的 而且还在无限 还在啊 迅速的增长 这就是啊 维权群体 因为现在中共他的这个啊 经济啊 是在每况愈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还想这个 在维持他这个体系的运作 他就一定要从老百姓当中啊 一遍一遍的这个割韭菜 他所损害的 来利益遭到他们损害的那些群体 就会越来越庞大 那些群体 他们都有抗争的需求 我们即使是不去组织他们 他们也有抗争的需求 而我们如果是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 跟他们建立一些联系 那么在现在就可以啊 让他们的抗争更加有效 同时在将来 所以当全国各地一起出现的时候 我们这种联系啊 就会派上大用场 我们就会啊 迅速的跟他们形成这种同盟的关系 迅速的把他们纳入民主阵营 所以说这方面 我们是可以继续运作的 只不过是大家一定要保证 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 在安全的群体 前提下才能够去运作 所以说大家跟他们的这个交流和沟通啊 那一定要一定要采取安全的方式 如果是网上沟通 大家觉得还有漏洞的话 那么就在私底下的啊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 我们每一个民主人士 只要能够联系到那三个五个这样的维权群体 那每个群体里面可能少的有几百人多的 可能几千几万人都有 我们跟这些维权群体建立起联系 这就是我们将来动员和组织 大规模街头运动的一个基础 我们现在把这个基础打好 但是呢 我们暂时的不走上第一线 一旦等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啊 继续下滑到某一个点 中共中共的他们这个维稳的机器啊 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经济上的资源 而这个反抗的力量啊 维权的力量已经超过了那个维稳的 所能够啊控制的那个临界点 那个时候全国老百姓一起走上街头的时间 颜色革命的这个爆发的时间 这就到了 那就是我们呢大有作为的时候 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那最后呢我给大家 来给这个加拿大的温哥华地区的这些网友朋友啊 来说一条这个消息啊 就是我们这一次呢 7月7号有一些温哥华的朋友啊 要组织一场研讨会主题是 两岸三地的民主运动以及海外华人 所能起到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 那这次研讨会是采用圆桌会议的方式 除了三位嘉宾啊 就是日本来的向林先生啊 加拿大东部来的赖建平先生和盛雪女士 除了这三位嘉宾的时间呢 这个发言的时间是每个人十分钟之外 那其他的所有的参与者都有啊 三到五分钟的发言时间 所以说希望啊这边呢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朋友 大家一起来参加时间是7月7号 我等一会再把这个地点呢 要发在我这个视频的啊 这个评论区的置顶的地方啊 评论区的介绍的地方 简内容简介的地方 请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时间和地点 谢谢大家再见